兩米半海豚女,浮屍龍豬島 這條重175公斤的中華白海豚 沒有明顯傷痕,屍身腐爛,要驗屍確定死因 她昨天早被發現,浮屍在屯門龍豬島行車天橋對開的海面 是今年發現的第五條白海豚屍體 相信由於在機場碎出人工島的工程 以致令到那個水域的噪音、污染很大 在那裡基本上是發現不到海豚 那個情況其實不太樂觀 未來將來的全部都不樂觀 例如第三年跑道又說要填海 政府又最近又說超浩灣,龍豬島要填海 因為其實情況其實很危险 大家要想一想 其實如果見到這些回歸的產品 賣相減少,令到這個情況很憂鬱 其實是不是還有那麼多發展可以繼續進行呢 事實上,前年公佈的中華白海豚數字 只有78條,比01年的200條少了一大折 預計即將公佈的數字還會更少 哇!